今天这部影片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快速生成字幕的制作方法 那如果你常常制作影片 应该知道做影片真的非常的烧脑 那除了要写脚本、故事影片的内容 然后录制的时候还可能不断的NG 再加上影片的后制剪辑 然后调音 就已经花上不少的时间了 然后呢 我们为了要让大家可以有更优质的影片观看情境 我们还得花上比影片多好几倍的时间来上字幕 那做过影片的你应该很能感同身受 好 为了让大家能够省下一点制作字幕的时间 那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我平常做字幕的方法 那我上字幕的情况会有以下这两个 第一个是在影片上直接加上字幕 也就是说我在做影片的时候 输出MP4之后 这个影片上面就已经有字幕了 第二个是把影片上传到YouTube之后 然后在YouTube的后台去加字幕 那今天我就先介绍第一种做法 就是直接在影片上加上字幕 在制作的时候呢 会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大家必须先把你已经制作好的影片 然后呢 还没上字幕的这个影片档 可以是MP4的格式 先准备好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要去下载一个语音转文字的软体 那这套软体呢 叫做PyTranscriber 那这套软体的特色呢 第一个它免费 然后第二个是你可以下载免安装的版本 然后再有一个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把影片MP4的格式呢 直接就进行截取文字的动作 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特别再把音讯轨截取出来 转成MP3或WAV去进行截取 那再来呢 它转的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它可以直接生成两个档案格式 第一个是SRT的字幕档 然后第二个是重文字档 但这套软体呢 它也不是这么的就是完美 难免它还是会转出一些错字出来 尤其像我这样发音不太标准 因为我不是道地的台湾人 所以讲话就是有点不是那么标准 所以错字一定会有 所以一定要记得叫对 再来第三个步骤 是我们会把这个SRT的字幕档呢 汇入到魏力导演去做校正错误 然后修改文字格式 然后再进行输出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呢 我们会有三个步骤 那第一个步骤是准备好你的影片档案 那我这边已经把MP4影片准备好了 等一下是用这一部影片去转字幕 那第二个步骤是我们要上网去下载 这一个语音转文字的软体 那这套PyTranscriber这套软体的网站呢 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 那大家点进来就可以往下 那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 它有好多个版本 那我选择的是这一个 那这个是For Windows 8到10的系统都可以使用 然后这个是一个免安装的版本 所以我下载的是这一个 那上面这个是安装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看你要用的是哪一个适合你的版本 下载下来解压之后呢 它会生成这两个软体 那我们就可以开启下面这一个 那记得当你在打开这套软体第一次的时候 它会有安全性警告 那上面这一个呢 选择你的档案 就是我们要去截取字幕的这个影片档案 所以我找到我的档案路径 好我把它放在桌面的字幕这里 好那我找到它之后呢 开启 那开启之后呢 第二个这个是你想要把它output到哪里去 那我想把它放在我指定的一个资料夹 没得我等一下找不到 那这就是我的存放的位置 好那我们就选择这个资料夹 那再来我们要选择我们要产生的字幕的语系 那我们就选择倒数第二个 那这个是繁体中文 好了之后就点按下方这个按据 左边这一刻点它 好很快我的影片应该是四分钟左右的影片 那你看它生成的速度 OK它已经生成好了 那这个时候它会帮你生成两个档案 第一个就是srt的这个字幕档 那第二个就是纯文字的档案 所以你就可以看你 你想要截取出来的格式 它两种都给你了 那我们现在如果要会入威力导演 要使用的是这个srt的这个字幕格式 好那接下来我们到第三个步骤 就是开启威力导演 然后在威力导演里面上字幕 然后我们刚刚所生成的srt的字幕档 其实在不管是哪一个影片剪辑软体 premiere或者是youtube 或者是我们的威力导演 或其他的软体 srt都可以用来做后置字幕的 那我现在用的味道版本是比较久 16的版本 那不管你是18或36 我们的做法都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就点按这个时间轴模式进来 好然后我就在这个媒体区的这个空白处按右键 我先把这些媒体先清空 那再来我们点按这个贿入媒体 然后贿入媒体档案 然后找到我们要生成的 我释放在字幕资料夹底下的这个影片档 好然后我们把影片呢拉到下面的时间轴 好然后呢在这个音轨的这个地方呢 你又不要放在他这个轨道的这个交接处 有一个这个上下的箭头按住往下拉 可以让你音波稍微的 这看到的区域稍微大一点点 然后在时间轴上面 你看到这个白色的左右箭头按住往右拉 也可以让你的视觉看到的这个影片的范围是比较细致的地方 这样子往右拉可以看到比较细 好然后我们到左边 左边这个工房呢 第一个是媒体工房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特效工房 我们就往下面找找找找找到最后一个就是字幕工房 再来要选择的是这一个 从HRT或TXT去汇入字幕档 我们有时间轴的一定要选择HRT这一个 所以点它之后呢 我们就找到我们当初所生成的这个字幕档 好那我找到这个SRT的档案 好开启 等它汇入一下 好然后我们刚刚说呢 它汇入进来之后你有几件事情要做 第一个就是你要校对你的文字 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文字太长 你可能需要再做截断的这个动作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文字格式 像我刚刚把它改成这一个黄色 或者是有点丑 所以等下再改回来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做输出的动作 好那我们就先听听看了 不过这边可能只有我听得到 听不到没关系 这边呢我讲到的是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它这边就是有错了 那错的话就找到我的第二句 然后点两下 就这边是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边我讲的是汇入到Excel 所以这边有错字了 所以点两下 然后我们再修改 好 ok那修改方式就大概是像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再往下面看 就大家可以编听 那我想这边你去校正错字中 比你一个字一个字打还要来的快 好 然后呢我们可以往下面找 看有没有比较长的像这样子 就是如果这边字比较长的话 那么点到它之后呢播放 好所以听到这个时候的这个后 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就希望它可以到下一个段落 所以点了它之后呢 我就新增一个这一个加号 我就再新增一行 那好了之后 我就在上方这一句点两下 然后呢 把我要分割的段落 Ctrl x 减下来 然后再下面点两下 然后再贴上去 好 好所以这有错字 我们就是这里把它修改一下 那这边也提醒一下 就是进行 这个取代符号的时候 好 然后这边呢 我们再新增一行 新增一行之后呢 再把这里 好剪下来 然后下面点两下再贴上 好 ok 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去做 这个文字的修改跟矫正 好 那这边我就没有办法一一的 这样每一行修改给大家看 让大家知道一下意思就可以了 好 然后当你文字都修改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点下面这一个T 那点了T之后你可以选择字体 我们可以这边看一下 这边你可以选择你想要有使用的字体 那通常我们都会选择比较正开的字体 所以微染症黑体呢 就是我建议比较适合的字体 那这边你可以选择你要出题啦 写题等等 那我们就一样选择出题好了 然后字体的大小 记得这个大小如果当你的字串很长的时候 你选择太大的字体可能会一行摆不下 所以我大概就使用14号的字体 好然后文字的颜色 如果我们这边选择一个黄色的试试看 然后确定 好然后 如果你按确定就是只会套用在你现在所在的 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全部套用 好我们等它跑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我们刚刚使用的初题 然后黄色 好那我想再把这个黄色改回来 因为很少人用黄色的 所以我再改回来白色的 好点了T之后呢 字体的色彩再改回来白色的 好然后确定 好然后你要不要启用阴影 好然后要不要外框 好那我想 我就还是维持外框不要有阴影 那在3D这个就是看你要不要 我是觉得我是不想要太让它太花巧 它只是一个辅助性的 所以我就不会去选择这一个3D的效果 那好了这我们要进行的是全部取代 好在这个四个方向的这个箭头呢 是调整字幕的位置 好那一点它之后呢 X轴就是水平的 所以你可以稍微移动看看 那每次移动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现在的变化 那通常大部分都从水平正中央开始 所以通常是维持零度 那Y轴这个地方就是高低 如果你觉得它现在有点低 你可以稍微挪一下 那通常不会太高 因为你上面会有影片会重叠到 所以我通常就是稍微低一点点 也不要太低 好差不多是这个位置 那好了一样就是全部套用 好那当我们都完成好了 文字格式啊字幕校对都OK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输出的动作 那大家记得在输出之前呢 就是一定要先看完过一遍 就这样看过一遍 然后把这些错的字幕呢都先校正好 然后再进行输出 好那我们就准备来输出档案咯 那我们就点按上方这个输出档案 好然后呢 汇出的资料夹这边 你可以选择你要存放的位置 好那我一样选择我要放置的字幕资料夹 好然后档案的名称 好了之后呢按下存档 那我们再到左边 再选择你要输出的画质 那我这边通常就是1920x1080 那我现在是影格的 好那记得点按开始 才会开始进行输出哦 好让我们输出完成之后呢 点按这个返回编辑页面 好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影片档 好这是我们刚刚所输出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现在大家看到一个我犯的错误 就是就是我把影片的文字打太低了 跟字幕有点重叠 那所以这个以后这个字要放高一点点 就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贴到Excel底下 它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每一个段落都用一个储存格去隔开来 有时候我们贴到Excel底下呢 我们希望它呈现的方式可以跟Word一样 好那我想这个生成字幕的这个方式 其实还算蛮快的 只是我们一定要去记得去交证这些错误 因为这些错误很有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发音 导致它辨识可能不是那么的精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它一定是有比我们之前的一个字一个字打来的更快一些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然后也希望能够帮大家省一点制作影片的时间 不然这是太花太花时间了 好那就这样咯 拜拜